大家好,我是阿招 昨天的意大利真是不给力 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 让英格兰掀了桌子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主任选的这场美之联 迈阿密国际对阵夏洛特FC 首先啊,这个迈阿密国际 说实话他们有点惨 东部倒数第二,提前告别了季后赛 现在只是在踢个赔练场 本场梅西还要参加国家队比赛 根本不会在场上露脸 这下可把夏洛特FC的球迷给乐坏了 迈阿密国际阵中 梅西在与不在,简直就是两支球队 咱们再来看看夏洛特FC 目前G39分排在东部第12 距离季后赛只差1分 这场要是赢了就能冲上第8位 他们的求生欲望肯定要更加强烈一些 但是呢,客场表现就非常一般了 不过最近他们击败了芝加哥火焰 结束了连续8场不胜的颓势 也算是打了一针强心技 主流机构出指盘口给迈阿密国际0.75的让步 开出时风生水起 后来直接退到平手 看来大家也都看出 迈阿密国际已经没有什么战役 没膝也缺席就差打酱油了 那么总结一下 我非常心疼迈阿密国际的球迷 夏洛特FC本场比赛势不可挡 战役强烈 兄弟们,咱们右边拉满 关注公众号足球英雄会 获取更多比赛信息